在看到妻子冲海带汤和油炸天赋罗后 这个48岁的中年男人研发出了方便面 只需要倒上热水等待三分钟 一碗香气四溢的拉面就做好了 在油炸型拉面得到所有亲戚朋友的肯定后 万平决定开始批量生产 她把丈母娘请过来和妻子一起负责面条的制作 制作好的面条蒸熟浇完浓缩汤底再拿去风干 等到面条的含水量达到45%的时候就可以油炸了 之前的方形照理也被万平改良成四格照理 虽说以此能炸四块面饼 但是架不住工作量实在太大 现在三人一天要做400份面条 中间根本就不敢停下来休息 炸好的面条风干冷却后就能装带了 因为人手不够 装带工作只能让下午三点放学回来的孩子帮忙 万平的女儿小心负责装带 儿子阿元则是负责封装 好在封装机器比较容易操作 兄妹俩人配合默契忙得不亦乐乎 等到傍晚的时候 真一姐夫和外甥女集奶就会过来接班 这个时候两个孩子就能回去洗澡吃饭 而福子这边也让林妈妈停下休息 听到能休息后 林妈妈整个人直接摊坐下去 一想到接下来每天都要这样 她突然后悔答应万平过来帮忙了 忙碌的日子就这样持续了两周 此时万平这栋小房子已经堆满了箱子 每天的产能是400代 做到现在全部大概有5000代万福拉面了 听到这个恐怖的数量 负责售卖的试粮也很吃惊 不过她马上就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表示已经在跟大鸡百货的负责人商谈扑货事情 那可是大阪第一的老字豪 听到这个消息后众人都很兴奋 这时试粮问万平拉面准备 万平想了片刻 然后开口说一袋拉面十日元 福子的晕倒让众人猝不及防 好在她只是这段时间劳累过度 多注意休息就能康复 福子醒来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道歉 自己居然在万福拉面即将发售这回倒下 林妈妈让福子好好休息不要有负担 千错万错都是万平的不好 因为福子接下来需要静养 心疼女儿的林妈妈最后决定帮过去 算是减轻了福子的压力 搬到万平家的第二天 林妈妈一大早就起来熬煮拉面汤底 而神父也在每天下班后过来帮忙 福子则是过上了负责做晚饭照顾小孩的悠闲生活 经过几天休息后她的身体终于恢复如初 在得知万福拉面的定价是20日元后 林妈妈马上说不行 人家乌冬面才卖6块钱 咱们一包拉面就要卖20块 怎么可能会卖得出去啊 福子解释这个定价是万平几人商量后的最终结果 只要大家品尝到了万福拉面的美味和便利 到时候肯定会觉得很划算的 万福拉面的发售日定在8月25日 也就是10天之后 而且大鸡板货那边的展卖位已经定下来 到那一天大阪所有的商店都会同时上架开手 如果口碑不错的话就继续扑货至东京那边 当世良把这个消息收给众人的时候 大家心里都激动无比 可怜妈妈还是担心20块的高价没人买 世良心里那个气啊 要是让他来定价 万福拉面这种划时代的产品 不得定到50日元以待 福子赶紧开口让俩人别吵了 既然担心卖不出去 那就在现场搞个试吃环节 到时候直接用热水通泡万福拉面 只要顾客亲眼看到亲口吃到 就不相信他们不会心动 时间很快到了发售日当天 也就是昭和33年的8月25日 一大早万平就带着福子和林妈妈来到展卖里 可无论他们怎么吆喝 路过的顾客都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 三人忙活了一个早上 硬是连一包拉面都没能卖出去 福子脑中突然灵光一闪 因为他们一开始的顺序就搞错 这么简单的道理自己怎么没想到呢 滚烫开水和油炸面饼接触的瞬间香气四溢 商场里的大爷大妈们马上就被吸引了过来 福子赶紧招呼大伙尝一尝 听到三分钟就能做完一碗美味拉面 现场的大爷大妈都不肯相信 万平则是当着众人的面注入灵魂热水 福子把盖子扣在面碗上方 时间一到万平马上掀开盖子 福子则是招呼着顾客开始试吃 越来越多人加入了试吃 第一天的展卖会结束后 万福拉面却只卖出去了两家 白天那会确实有被吸引过来的客人 不过更多的还是只是不买 这时林妈妈反问其他人卖的怎么样 神不合挤奶这组很惨 吃过的客人倒是会说好吃 但一听到一包拉面就要20日元 纷纷捂着钱包跑开了 而真一和适量那组就更可怜了 他们连一包也没卖出去 虽说今天才是第一天 可明天要是更差怎么办 众人商量了一个晚上 最后所有人都没能说出一个靠谱的办法 果然第二天开始销量就变得惨淡了 看不下去的林妈妈偷跑去咖啡厅喝可乐 还跟老板抱怨万平这个女婿不靠谱 毕竟一团乌冬面才卖6日元 她一包素食拉面定价20日元 怎么可能卖得出去呢 就在林妈妈大到苦水之时 适量也拖着疲惫的身躯进来偷懒 天生不合的两人一见面就开始争吵起来 因为万福拉面的滞销 万平的信心也开始有点动摇了 自己竭尽所能才研发出用热水冲泡的素食拉面 难道真的只是没人要的东西吗 福子连忙安慰万平别灰心 万福拉面是划时代的新发明 说不定咱们的顾客还没整明白了 福子觉得是不是缺少了某些契机 比如没有把拉面营养丰富这个事实传递给顾客 之前万平做达内风难回不是得到了权威机构的认证后才大卖吗 福子的话让万平豁然开朗 隔天一大早他就把大阪大学的佐吉老师请到家里 佐吉很喜欢万福拉面的味道 在听到福子想要拜托他帮忙证明这款拉面营养丰富后 他很头疼的表示研究所做不了这个 但是自己有个熟人在国立营养研究所 倒是可以拜托他出个报告 夫妻俩听到这个消息后连连感谢 三天后万福拉面的营养报告终于出来 有了国立营养研究所这张招牌 万福拉面的销量果然直线上升 仅仅一天的销售数据就上涨了八成 可是梁却皱着眉头说这样不行 这种化时代商品卖出这点销量简直是在侮辱人 现在的突破点不应该放在普通顾客上面 而是让批发商来大批量下订单才对 就算在百货公司的角落卖出去一堆万福拉面 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想要占领全国市场 不勾住批发商的魂可不成 适量的担心一语成衬 接下来几天万福拉面的销量又开始直线下滑了 看到销量不见增长 大家卖的也很沮丧 万平便决定让众人休息一天调整状态 福子趁着这个机会去了一趟二姐家里 闲聊的同时也能看看电视 毕竟电视这种东西在当时也算奢侈家电了 普通家庭根本买不起 福子感叹着有电视真好 他们的万福拉面要是卖不出去 估计到下辈子也买不起电视机了 就在他自嘲的时候电视上开始插播广告 看到这一幕的福子双眼瞪了老大 让福子兴奋的当然不是电视里面的节目 而是一则短短几秒钟的肥皂广告 如果他们的万福拉面也登上电视会怎么样 当福子把这个想法讲出来的时候 万平马上开始心动 他怎么把广告这个办法给忘掉了 就连一项挑剔的事量也夸福子干得好 之前的万平排达内风就证明了宣传的重要性 而且听说现在想在电视上打广告的公司太少 电视台那边也在头头 也就是说现在去做的话广告费可能会非常便宜 于是万平当即拍板同意给万福拉面做广告 可接下来又有难题出现了 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广告才能吸引人们去购买呢 就在这时神部主动举手表示自己来想吧 大学那回他加入过电影爱好学会 虽然只是在片场负责欣赏 但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呀 神部感觉自己脑海里已经出现万福拉面的拍摄构思了 第二天神部就带着想了一晚上的方案过来交稿 为了让大家的选择性更多 他可是通宵准备了三个方案 第一个是以机灵两年半的练习机作为宣传方向 主打一个把自己熬煮成美味鸡汤汤底 然后加入万福拉面 最后自己开心的品尝自己 很显然这第一个方案有点恐怖 大家纷纷觉得会吓到小朋友直接否定 于是神部又掏出了第二个方案 看到红色条纹西装的那一刻 万平的脑子一下子就疼了起来 很显然神部是想让他再次出镜 复制之前达那封爆火时的创意 搞一个万平排万福拉面 虽然已经过去了快十年 可万平一想到当初露脸时的场景 也浑身难受 他直接冲上去一把抢过方案而表示不行 没办法谁让万平是公司老板呢 于是神部只能掏出最后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是以主妇作为切入点 辛苦了一天的家庭主妇回到家累到不想做饭 这个时候只需要用热水冲泡万福拉面 三分钟后就能让孩子们吃饱吃好 身为妈妈的福子感同身受连连点头 其他人也觉得这个最好 于是万平马上拍板定了第三个方案 可方案是确定了那要请谁来出演的 世良说请明星的话要很多钱 就算不是明星也要支付酬劳 还不如咱们自己人来演算 毕竟拉面这种产品面向的是普通人 经过了一番激烈的一选一 福子成功当选万福拉面广告女主演 第二天拍摄组就来到了万平家里 虽说有过广告与录制经验 但是这一次的拍摄可是要上电视的呀 所以福子很紧张 紧张到手上的水壶都跟着颤抖 没办法众人只能轮流给福子打气 经过连续好几次重拍后 万福拉面的广告终于进行到最后一幕的拍摄 也许是两个孩子的鼓励起了作用 福子这一幕发挥得非常好 很快电视上就开始播放起了这条广告 广告播放结束后众人纷纷鼓掌 福子的上镜效果太好了 要是普通人看到肯定会以为是女明星 别说五代了 就算是时代拉面也会有人买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夸个不停 角落里的福子开始有些不好意思 只有林妈妈还在小声地问 什么时候要拍第二部 她是真的很想上电视 此时离大几百货的展卖会试吃销售只剩几天了 广告播放后的第二天 夫妻俩就带着林妈妈来到现场准备 说不担心是假的 毕竟电视广告有没有用谁也不知道 就在福子担心的时候 电梯门突然打开 接着一群大妈们直接把他们的摊位包围起来 纷纷嚷嚷着要买五代万福拉面 在看到福子就是电视上的那个人后 大妈们的情绪更加亢奋 买完五代后立刻又追加了五代 仅一天的销售额就是过去那么多天的五倍 照这个速度下去 他们的万福拉面后天就要卖光了 万平赶紧起身 准备趁着百货商店休息在制作点拉面 就在这时试良突然出现 他告诉众人现在可不是高兴的时候 只在百货店和商店街卖是成不了大气候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接下来马上会有批发商过来下大单子 不过即使有订单过来也不能乐呵呵的当场接单 必须回复只接受现金结算 看到众人面露疑惑 试良解释业界习惯一般是接受两个月的支票结账 但是现在的万福食品可是一点周转资金也没有 所以一定要让对方先把钱打过来 试良的猜想马上就得到了应验 这一次万福拉面的火爆程度超乎想象 展卖会那边基本上每天开卖五分钟就被抢购一空 线下买不到线上更不用说了 批发商打过来订货的电话就没停过 万福拉面的交货订单已经快排到下个星期了 万亭现在是日夜加班炸面饼根本不敢休息 面对销售额节节攀升的盛况 试良给出的建议是乘胜追击扩大销售范围 怎么说也得让全日本的人都吃上万福拉面 真一姐夫表示想法不错 但是现在的生产速度已经跟不上了 考虑到接下来的产能问题 万平果断选择放手一搏 他决定把现在的木屋研究所进行扩建 并且在附近新建一间专门制造万福拉面的工厂 既然建工厂就得招工人 万平找到了之前一起制炎时的两名员工 在得知万平制造拉面需要人手后 两名曾经的老员工马上表示要辞去现在工作 这段时间他们看着神部在万平身边忙前忙后 心里其实都有点不是滋味 既然招了工人那后面就得发工资了 会计这个职位万平斟酌再三 最后选择了丈母娘林妈妈 毕竟管钱的还是得自己人才能放心 一开始林妈妈还不怎么愿意 怎么说她也是武士之女 这个年纪还去上班不太好吧 一个月后万福食品的拉面工厂就完工了 虽说是加班加点建造的 但是设备安全这方面万平可是全程紧盯 不仅安排了崭新的制面机和浓汤花洒 墙上也贴上了万福拉面的准则跟生产步骤 因为新招了许多新员工 万平便让之前帮忙的老员工负责教学代人 从面条制作到蒸面风干 甚至连炸面饼的技巧万平都清囊向盛 用人不宜一人不用 她相信万福拉面给到的工资 绝对能让工人们死心塌地 而在工人们忙碌生产的时候 真一和林妈妈正在忙碌的接听电话 现在万福拉面的市场需求非常火爆 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了下个月 可就算如此批发商们还是蜂拥而至 毕竟广告爆火后万福拉面的日消耗实在太大 只要上架基本上半天时间就能被抢购一空 说万福拉面改变了日本的饮食文化也不为过 休息天万平请了朋友们来家里吃拉面 这时福子突然拿了一篮子生鸡蛋过来 笑着问大家要不要在面里面打个鸡蛋试试 原来昨天晚上福子做了一个梦 梦里面去世的大姐过来吃面 还夸他们的万福拉面很好吃 要是打个生鸡蛋下去味道会顿好 于是福子便想着让大家试一试 一开始大家还不怎么相信 毕竟万福拉面可是万平深思熟虑做出来的完美产品 要是加了生鸡蛋串位怎么办 可总有人按捺不住好奇心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 看到林妈妈这么挑剔的人都说好吃 大家纷纷跟福子拿鸡蛋 甚至连万平也开始心动了 就在他准备把鸡蛋打进面里的时候 侍良满脸疲惫地出现在门口 福子赶紧招呼他一起来试试新口味 可侍良却说别光顾着吃啊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吗 他说完就把袋子里的东西放到桌面 赫然是一袋袋包装各异的素食拉面 很显然他们的万福拉面被人给山寨了 这些山寨拉面仿佛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 而且价格更加低廉 万福拉面一袋售价20日元 山寨拉面就压价到10日元 万平掰开山寨拉面的面饼 发现这些面饼基本都是粗质烂造 有的甚至就只是过了一遍 中间的面条根本就没炸熟 这样的面饼放个几天就会变质 到时候可是会吃坏肚子的呀 可侍良却说这些山寨拉面卖得很好 毕竟现在还有很多人没吃过真正的万福拉面 在这些顾客眼里 这些面看起来也没什么两样吧 顾理会众人的吐槽声 万平马上让福子帮忙烧水 给那袋相似的山寨拉面倒入热水 等待三分钟后万平马上掀开盖子 泡面的外观香味和万福拉面无比接近 万平试了一口汤底后表情开始凝重 他拿起筷子又吃了一口面条快速举举 趁着万平沉默的间隙 大家也纷纷传递试吃那碗山寨拉面 没想到味道跟万福拉面简直一模一样 这时万平终于开头 他表示这个面的面条里面没有加入鸡蛋 但除此之外 其他制面步骤和万福拉面基本上完全一样 万平看了一眼山寨拉面的包装袋 是一家叫地宫食品的企业生产的 可地宫食品是怎么搞到万福拉面的配方的呢 万平这次是真的被气到了 他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发明成果被别人窃取 于是便想着要去地宫食品那边讨说法 世良赶紧拦住万平 表示这种事情就交给他来处理吧 他说完便示意真意一起出发 毕竟当初达内峰被山寨难会 也是他俩结伴勇闯龙谈虎穴的 只不过此刻的世良还不知道 这一次要面对的对手难缠至极 甚至连万福拉面也会因此被症状 万福食品的方法 丸渡谈虎 这种恥知识的事是可以做的